作者 尔雅 由智地有生制作 第605集 甜蜜滋味 一夜夫人死于中毒 而非外伤 我们得出的结果是 昨夜 一夜夫人被剧毒之物划破了手指 中毒而亡 包大人看了看夜星 夜星点了点头 也就是说 我师父是昨晚在客栈的时候被人暗算而死的 有嫌疑的是昨晚客栈里的众人 还请包大人彻查此事 查明杀害我师父 以及企图利用我一夜教 挑起江湖正道两派纷争的那个真凶 包整点头 这年轻人谋正神清明辨是非 他十分欣赏 于是二话不说就答应了 然后看向展昭 既然展夫人的嫌疑已经排除 还请展夫人负责调查此事 务必查明真凶 还死者公道 展昭点头 他娘和白玉堂的娘嫌疑都排除了 可以松口气了 这时 叶星突然看了看四周 请问哪位是病书生无疑惑 病书生没来 没来呀 有些事我一直想问他 当年我师父的相公是不是死在他手上的 不是 诸葛吕仪比较清楚当年的事情 就将经过告诉了叶星 那为什么那么多年了他都不说清楚 害我师父恨他入骨 那书生怕麻烦吧 叶星微微皱眉 一旁 展昭嘟囔了一句 你也许是觉得 你师父恨他总比恨自己相公要好 叶星看了看展昭 沉默半上 点了点头 我明白了 白玉堂看了叶星一眼 正好被展昭看到他这个举动 莫名有些纳闷 白玉堂神情有些古怪啊 你们觉得呢 是继续跟红英寨死磕 还是找到真凶 叶星站了起来 看手下几个护法 几个护法年纪都比叶星大 也不是没脑子的 一切听少主决定 留下几个人守灵就可以了 其他人全部回一夜教 安抚教众说明情况 不要被人利用 师父已经不在了 他留下来的积业 我们要守住 是 一众一夜教的人都有序撤离 众人都暗暗点头 叶星将一夜教的人都撤走 等于不给真凶利用他们的机会 可谓是当断则断 游主见 不如我们去客栈查一查 叶夫人中毒的源头在哪 我陪你去 白玉堂也要去 不过叶星对他摆了摆手 白兄你还是免了吧 白玉堂下意识地看展昭 一旁陆雪儿也点头 展昭查案是属于官府出马 那些江湖人没什么话好说 你去了就变得复杂了 白玉堂有心无力 为了避嫌不给别人挑事的机会 只好保持中立 诸葛吕仪看白玉堂郁闷 轻轻拽了拽他 你也不是帮不上忙的 明察留给招 暗访你来吧 怎么暗访啊 跟我走 诸葛吕仪说完 带着白玉堂走了 林野火和邹良对视了一眼 林野火的身份也很敏感 他是西域武林的代表 若是掺和进来 估计更复杂了 而且还是无杀的徒弟 于是也跟着白玉堂他们 去暗访了 赵普遥跟着公孙 于是抱着小四子和展昭夜星他们 去了客栈 衙门这次是光明正大来调查的 于是王朝马汉张龙赵虎在前边 赵普身边自然有不少人护卫 他在江湖人也不好造次 而队伍的最后边 展昭和夜星并排走着 两人身边都没有其他人 气氛有一点点尴尬 展昭走了一阵忽然回头看 双眉也皱了起来 那种感觉又来了 暗中有人盯着的感觉 竟然从开封跟到了许县 究竟怎么回事 最让展昭疑惑的是今天白玉堂没在 之前几次都是和白玉堂在一起的时候发现的 今天只有他 身边是第一次见面的夜星 于是也可以说明那目光里的愿毒 只是单纯的针对他 四万人很多 根本无从分辨 展昭觉得那目光十分谨慎 起码每次出现的时候周围都有很多人 怎么了 你没感觉到 感觉到什么 嗯 展昭想开口 但是那目光消失了 那种被盯着的感觉也很快消失 展昭皱眉 摇了摇头 其实我一直想见见你 展昭微微一愣 从走神的状态中回过神 有些不解的看夜星 夜星转过脸 仔细看展昭 以前白兄有空就会跟我来叙叙旧 喝喝酒吃吃饭什么的 但是自从认识你之后 他就不来了 展昭一愣 夜星见展昭似乎有些局促 笑了 我第一眼看到你 就觉得你就是展昭 为什么 嗯 就好像我第一眼看到白玉堂的时候 感觉他就是白玉堂一样 你俩某种程度上来说 很相似 白玉堂 很久没去找你了呀 白玉堂 你叫这三个字的时候 好像有些别扭 你平时不是这么叫的吧 嗯 平时怎么叫来着 耗子 玉堂 以前白玉堂总到处跑 我说他不务正业 他说等他找到归宿的时候 就不会再到处跑了 展昭眨了眨眼 归宿这两个字 莫名地撞到他心头 不过有一点你俩真是很沉 那 哪一点 你俩都是招灾惹祸的人呢 麻烦不断 展昭很有同感的点头 根本无从反驳 就这样 展昭和叶星聊着白玉堂 聊了一路 渐渐地就不尴尬了 到了客栈门口 展昭忽然问叶星 你喜欢的白耗子吗 叶星微微一愣 看展昭随后笑了 拍了拍展昭的肩膀 我刚才还替白兄着急 原来你也不呆嘛 那就好 展昭跟着进去 叶星忽然回头看他 你有注意过 白玉堂看你的眼神没有啊 什么 你又有没有看过 自己看他的眼神 找一面镜子看看吧 还有 白玉堂是不是 从来没跟你提起过我 我和他合得来的理由是 我俩口味差不多 喜好也差不多 于是我第一眼看到你就想 真是便宜白武了 我再说那耗子 该来追杀我了 说完 叶星进客栈了 展昭跟进去 发现自己整个过程都在震惊之中 对了 萧长青干嘛那么恨殷侯 闻言 展昭将当年西海圣女的事情说了一下 就这么点事 我还以为你外公杀了他全家呢 的确很反常 展昭也同意肖长青的反应不太正常 说话间众人上楼 楼上肖长青不在 但是其他江湖人不少 一个两个表情严肃 似乎并不太想搭理叶星 展昭明白 叶星要承受的压力也不小 未必所有江湖人都能理解他 现在他们说他的话应该更难听 展昭询问昨天和一叶夫人有接触的人 大家都说没发现夫人有什么异常 也不知道他手指是什么时候受的伤 公孙带着赵不等人找到伙计详细问了一句 最后公孙跑到酒楼后头 将存放垃圾的大篓子搬到了院子里 将所有的垃圾倒在一块空地上 公孙用长长的火钳仔细挑剪着 最后公孙夹出了一个破掉的茶壶 用银针视了一下 银针变了颜色 就这个 公孙点点头 又拿着茶壶闻了闻 随后皱眉问伙计 这茶壶是谁打破的 伙计说是从萧长青的房间里扫出来的 不妙 下毒的是萧长青 恐怕是叶夫人 不幸做了萧长青的替死鬼 立刻去找萧长青 然而众人找了一下午 萧长青却是踪影不见 众人天黑才回到红莹寨 展昭伸着懒腰跑回房间 就看到白玉堂已经在了 见展昭进门就问他 饿不饿 展昭忽然觉得很有意思 白玉堂似乎每次看到他都是问饿不饿 冷不冷 热不热什么的 甚少问他案情进展怎么样 展昭捧着喜儿拿进来的深茶 边喝边跟白玉堂说了一下 下午客栈查到的 说话间 展昭忽然看到了不远处的一面镜子 展昭莫名又想到了叶星说的那番话 照面镜子看一下 他是怎么看白玉堂的 白玉堂又是怎么看他的 于是展昭走到了镜子前边 坐下对白玉堂招手 白玉堂有些不解的走了过去 就站在他身后看他 怎么了 展昭盯着镜子 将白玉堂的目光看得很清楚 看了好一会儿 展昭低头喝茶 嘴角带出了笑容来了 白玉堂低下头 不解的看他 深茶很好喝 嗯 就是蜜糖放的太多了 甜腻腻的感觉 展昭将深茶递到白玉堂嘴边 白玉堂喝了一口 没喝出蜜糖味来 于是有些不解的看展昭 有甜吗 嗯 很甜 白玉堂也不知道展昭闹什么 转过脸想站起来 却无意中看到了镜子里展昭 望着他的样子 两酒 白玉堂回头跟展昭对视 再给我喝一口 展昭将杯子凑到白玉堂嘴边 把玉堂喝了一口点了点头 嗯 是甜的 真的是甜 质地有声 专注精品声音制作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